好 现在时间是7点30分 那今天晚上很高兴 目前有大概会30位线上的同仁 我们来参加这一场资讯教育的盛会 邀请到的是花莲县的邱文胜邱老师 他有时候写他大神 他都说这个会害到他 应该盛免难免会被牵连 但是我相信有在组织大家都看到 花莲县在资讯教育这方面 现在走在很多县市的前面 所以他们正是办很多的全国的比赛 那我是外行人 我不敢多说几句 那线上有很多的资讯科技的前辈 那今天晚上我们有机会的 请邱老师分享一下 他在推动资讯教育上面的一些心得 那当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留个言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 再请邱老师一并回答 那连结 连结已经放在电话里面 如果各位没有找到的话 回去表力县科技中心的F1 我已经把它全部贴在上面了 你只要搜寻邱文胜老师 就可以找到那一边 所有的连结都在上面 那我们的时间规划是 连续两节不休息45分钟 连续两节90分钟 计为两节是会计有交代的 晚上各位都上班上的很累了 没办法 我是没办法上班 我现在是办公室 因为我家里没办法上网 我家里小孩子还在线上 线上补习 所以我现在还在办公室里 那我们就 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请各位就拍拍手 用那个举手当拍手 或者有另外一个当拍手的 然后欢迎我们的邱老师 好感谢大家 那个不好意思 我镜头现在打不开 刚刚还可以了 可能是会不会是我的网路太慢 我是用手机的网路 好那没关系啦 那个反正平常就看得到我的照片 所以没开镜头应该没有关系 好那我就直接把那个 我刚刚有把今天的简报 跟有一个新制图档 这两个东西 我有挂在那个讯息那边 那请各位再去 自己去下载 那我就直接分享 直接分享画面 直接开始了 那各位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很清楚 有 因为我已经动用我的这个网红麦克风了 好 那 其实有点小插曲 我今天在修改那个Canva的时候 结果修改到后来 我的电脑网路有点怪怪的 然后就没有存档 所以就没有做得很美这样 枉费了我这个整个修改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用照片 就是至少还有修正过的最后一版的照片 来跟各位做报告 好 那今天是我们苗栗国跟花莲国合作的日子 好 那刘老大要叫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几年我在干嘛 那我就把这几年的心得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今天没有八卦 所以你那个准备好零食的还是可以吃 但是听不到八卦 好 那 我先简单的还是提一下我的那个经历 就是我86年进教育界 然后一开始是代课老师 那新社国小是在海边 封滨的海边 然后后来三年之后我到那个西宝国小 那时候就变正式老师 到山上去 所以上山下海我都去过了 那因为之前是资讯人 就是以前是学那个电子科计算机组的 所以那个电子学的部分稍微会一点点 然后写程式的部分也是大部分都该学的都有学 那所以我算是本科系的 不过进来教育界之后 那个故事都很长了 今天就全部都省略了 那反正进来教育界之后就是 教育的部分就是我比较欠缺的部分 那所以我那时候跑 就是有各种的研习 教育心理学 认知记忆学习 新制图这些 那时候红南还很红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到处跑 到处去学 那这几年 从代课到变正式这几年 一直离不开科技教育 不管是兼任何的职务 都还是有带资讯在身上 然后因为去了偏乡 我所谓的偏乡是这个新色 那花莲那个山县跟海县的偏乡不太一样 海县的比较可怜 我那个班上十个小朋友 然后十个小朋友有九个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大部分都隔代教养 然后甚至有一个没爹没娘的 所以我就在那三年的代课里面看尽了底层的那种 家庭的生活 所以我对偏乡的教育会有一些执着 对这个普及教育这件事会有很大的执着 那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山上去 西宝国小是一个森林小学 那我跟对那个黄校长 黄庆茂校长 那他把那个森林小学的绝学都传授给我 所以我在这个教育的上面也有一些心得 那同时呢因为学校比较特殊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把西宝国小推上国际的版面 国际的台面 那所以其实那几年的什么全国学校经营奖 Inno School或是Great Teacher 我们都是直接拿双料冠军连续两年 所以人家都一直看我 怎么又是你上去领奖 怎么又是你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推动生小的一些经验 那在资讯教育的部分呢 那时候刚进去是教大家都教商业软体 教微软的东西 然后后来呢慢慢的接触了 88年接触自由软体之后 就把它转成了自由软体 然后教学内容也从工具式的教学 慢慢转到主题式的教学 然后93年呢 其实我的小孩大概90年就出生了 然后成蒙我的老婆在山下照顾 那时候她也是个代课老师 在偏乡在山明 所以很辛苦白天要上课 晚上要带小孩 那后来呢 我就叫她不要代课了 回到吉安 回到吉安 我家住吉安 我现在的家住吉安 我家 我其实是那个宜蘭人在新北长大 那所以我现在家里其实是在台北 那吉安这边是我来花莲之后买的房子 所以我上去西宝国小的时候呢 四年 在那边四年 然后我就跟校长要求要下山 然后中间很多的故事了 反正好不容易终于下了山 那就是在道乡国小去任教 那时候呢 已经在资讯推广的部分 算是应该帮了县里面蛮多的忙 所以县里面的县往中心 会经常就是每一年度给我多少钱 让我去统报一些国中小的资讯融入推广 然后同时我们道乡国小也接吉安的DOC 然后我就是那个负责人这样 那所以我们也从小孩到老人全部都教 所以你看我很会讲话 因为我要面对各种年龄层的人 好 所以 那98年 蛮特别的一年 就是我认识了 许慧美老师 那个在S4A的破冰大会 就是教那个Squatch加Arduino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参加了这个社群 然后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东西 那这个Squatch跟Arduino就开始在教育界萌芽 那100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本来是社群自己玩 那我的校长就逼我 也不是就是软硬兼施啦 所以跟我一直提了两年 后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政客里面去实施 那所以那时候是全国第一个直接把Squatch跟Arduino 直接导入在电脑政客里面固定实施的 好 然后在103年参加第一届的Make Fair 那这比较大家有印象的就是 很多人都跟我说 他是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创客 然后也是因为我去摆了两个作品 一个叫做水果会说话 另外一个叫做倚天剑跟屠龙刀 那甚至有那个厂商是因为看到我的作品 然后就弄了一个公司专门要来搞创客 好 那反正那时候倒是启发了蛮多人 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然后后来第七届的教育铺浪课 其实我从第三届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样的一个组织 然后后来这个因缘一直不能配合 到第七届终于去参加了教育铺浪课 那时候是被软体自由协会安排 就是欧萨克他们安排我去 在铺浪课里面教Arduino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教育铺浪课里面有太多的神人 所以我在那边就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扩展了教育的人脉 所以这个是我人脉的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来源 然后后来在105年的时候 因为我在学校上这些东西 小朋友很有趣 那远见后来有来报导 然后之后呢 就教育处就把我调去教往中心 就协助推创课 所以我105年就被借调到教往中心 好那在教往中心那四年 105到108 那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坚持我的理想 因为我我也很高兴 就是因为我是借调老师嘛 那借调老师 而且我们是因为专长借调 那通常你去教育处的人 有几种态样 就是要嘛是公务员 正式的公务员 要嘛就是那个考上校长隔年要分发的 这个会调去教育处先 就是先处理一下那个教育处的公务这样 然后认识一些人脉 然后第三种可能是列管的 就是有些状况要被列管的 会就近看管 然后第四种就是专长借调 那我是属于那个就是人家对我有要求 有期望所以把我带去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扣谁 就说我有后路 就是我的想法或者我的做法 如果你不支持我 没关系 你帮我丢回学校 因为丢回学校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好 就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加上那时候我们的团队 非常的支持我们做的事 所以我们在那四年 开疆 然后也因为花莲 花莲跟台东 有那个国发会的经费 那我们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申请国发会的经费 然后 长官也很帮忙 然后所以 我们也就获得很庞大的经费支持 好 那所以 我们在花莲县大概那时候 就会推这个创科就推的 应该算是全国知名 那所以 这个部分其实 有很多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我这几年的心得 怎么样去推会比较容易成功 那所以 这个是今天的干货的部分 然后 再来呢 就是 所以 我们用了很多的策略 然后也把教学做了很多的规划跟统整 所以造成了空前的成功 所以为什么 大家提到那个创科教育 提到科技教育 可能就会想到花莲 可能这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然后后来到末期 我其实有一点意识到 创科教育 可能需要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还是玩技术为主 那我想应该那时候就开始 有一点 有一点 心里面有一些想法 开始在酝酿 好 那后来呢 因为 呃 绩效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被那个县长 就列为那个重要的施政 好 因为我们是 不是 呃 不是自己讲说自己好 我们是从外面红回来的 都是因为外面的人 然后跟 我们的长官说 欸 你们花莲创科什么 搞得很好哦 科技教育很成功哦 然后跟县长讲跟谁讲 然后我们是被 我们是 等于是比较 自己反而比较晚知道 然后 可是后来就是 因为这样子 就列为这个县长的重要政策 所以他对我们 呃 教育中心非常的关心哦 去到哪里都会一直讲我们 欸 教育中心弄得有多好 这样 好 那所以在107年的时候 我们就 在那个 现在的 教育处就盖了一个 呃 智慧教育中心 那这个智慧教育中心的 呃 就是县级哦 县级为指导单位 那其实 他不只是一个创客中心 他也希望 他另外一个用意就是说 他要 他不能被国教署控制 好 我们要做自己的 科技教育 好 要做自己的智慧教育 所以我们这个智慧教育 其实是包含了 呃 所有科技融入 在各领域 在国中小的教育里面的所有的部分 所以 包括我在推新制图啊 那些东西 只要是让学生能够很轻松学习 就能够很很有效率的成长 这些全部都算在我们 智慧教育中心的业务范围里面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私讯单位 本来啦 那后来 呃 107年3月盖好中心之后啊 县长很高兴 直接当场就宣布说我们要提供县民服务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所有的课就不是只县老师 就是县民民众都可以参加 也不止花莲的都可以参加 那所以慢慢的就是 呃打响名号国际之名啊 好那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啦 就是我们的呃 城市教育跟创课教育 在107年到108年的时候 呃 城市教育几乎是百分之百学校有实施 哦 学校有实施哦 百分之百哦 我有我们有去追踪哦 然后那个呃 107年末的时候 其实还有几个 九个学校没有实施哦 那我们其实是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 逼得他不得不实施哦 所以那那几年是有达到 那一两年是有达到百分之百哦 然后设备的普及 因为创课这个东西 你没有设备就没办法动作 那所以我们因为有国发会的支持 所以我们那个设备的普及率 跟老师私讯的普及率 都是全国最高的 这个应该甚至连台北都比不过我们 那时候 好然后另外猫咪杯的部分 猫咪杯Squatch的竞赛 那我在位的那四年了 因为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教师团队非常非常的强大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策略的引导 那所以连续四年的总积分是 都是冠军 那总积分是我自己算的啦 那我是怎么算的 就是金牌四分 银牌三分 铜牌两分 加做一分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把分数加起来 跟各县市自己比较 所以连续四年 不好意思我们都冠军了 好那可是 在靠近108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教师借掉教育处 会有一个四年的任期的问题 好那所以我在108年底 不是108年的学期 108学期就是那个109年的7月 好就到期了我就要回学校 好那所以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点之后我就本来是要回学校 好所以在这四年的 这个推展创课的经验里面 其实两点很重要 第一个上级一定要支持 这个上级是就是你们县里面最大的县长 还有从他下来的到教育处长到我们的中心主任到我们的殖民 好这一条路 全部要是关节要打通的 好所以那时候是他们都完全没有第二句话 都是完全的支持 好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你的团队要 要这个一心一德啦 要很强大 要很强大 而且要就是不能有二心 因为我们是一个战斗单位 好所以那时候的确开创了花莲的 应该说是有史以来的 很特别的那几年 好那么接下来 就因为被四年任期到嘛 任期到之后就要回学校 好那所以本来是要回学校的啦 学校课也都排好了 那结果我回去 我就放暑假才放两三天去绿岛玩而已 就接到我们交往中心的电话 他就说县长要把我再调回去 好那可是 调回去之前呢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把业务都交接出去了 所以我在调回去之后呢 就变成我就不是负责原来的业务的人 那所以我就是 专门就是做路课跟做自己的事情 做一些研究 那这几年 就是从109年到应该算到今年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感觉 因为当初 说实在的 如果你从那个拥有很大的权力 拥有很大的很强的团队 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就放下了 突然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心里面的确是很难调试 所以我也花了一段时间调试 所幸那个 嘉玲老师有给我 那时候有寄咖啡豆给我 让我喝咖啡喝着喝着呢 就自己烘咖啡了 然后在喝咖啡的同时呢 就是有自己去做一些研究 然后做心灵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三年我才 其实109那一年 我才发现原来那个 各位看电影看小说 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闭关 那个武功很高的掌门人 他都一段时间都要去闭关 然后闭关出来 就会神功大成就会更强这样 我真的有那个感觉 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我的心灵成长很多了 所以呢 有几个体会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第一个人生就像游戏一样 那游戏会充满各种怪物 那你打完那个怪就可以进击 那所以你通常如果遇到一件事情 很难过放不下的 可是你可能经过了你的这个心灵的成长期 面对它 然后放下它之后 在转念的当下 你的城市就往上跳了 你的城市就升级了 那所以这几年我也在一边喝精品咖啡 一边检视我的人生 还有科技教育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会有很多新的观点 会冲击各位大神各位老师们 那所以呢我就也把我之前的这个积淀整合的课程 我做了一些整合 那所以我之后的教材的教法 都会是属于一个整合型的超速学习法 所以用这个方式学不但效率会比较快一点 而且学完之后 你去再学别的东西就会非常的快 然后另外呢我也把那个科技领域的教材的教法 做了一些调整 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然后在这期间 其实因为就没有组员了嘛 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心里蛮孤单的 那所幸还有一些人还需要我 所以那个联发科的基金会 那个紫密跟那个Peggy 他们就打造了一个赵克斯的计划 那我就去里面当那个顾问跟总导师 所以这两年 今年已经第三年了 这个计划发展的很好 然后同时呢 他有把那个克刚的核心 跟我待会后面要强调的那些东西 都有放进科技教育里面 所以他作为一个让科技教育转型的一个 算是四金石 我在里面就是练功 在里面我把我的所有的心得 在里面不断的浓缩浓缩提炼 然后变成一套比较容易实施的一个心法 所以我很感谢这很感谢几位 有几位老师我特别感谢了 他们会每次都会让我教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我就要去从我之前的学习的经验 去不断的提炼升华 把一些重点灾药抓出来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但这几年真的我觉得成长非常的大 好 那再来 那么接下来我就开始讲那个后面干货的部分 以上是对我的 进来教育界当老师的这个历程稍微做个交代 好 那各位如果有什么要提问的 你直接开麦直接问 那或者是你在那个讯息里面直接反应都没有关系 我看得到 我有开双萤幕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继续啰 接下来都是干货 所以那个 如果你觉得吃饱有点想睡的 稍微要振奋一下精神 好 那为什么别人推科技教育成效好像不怎么样 为什么邱文顺推科技教育好像很容易成功 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 那有几点跟各位报告一下 好 就是首先 你必须有那个营造形式的影响力 好 那这个影响力呢 会来自于 你除了你个人的魅力之外 最重要是来自你的团队 你的背后如果有一群很强大的团队 好 那你支票不管开怎么 也不是说开支票 就是你知道说你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好 那你就去包那个工程 好 站无不胜功无不克 人家自然就会越来越信任你 好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各位社群老师大神们 好 因为各位知道我的 我跟各县市的那些 重要的老师们 keymen 关系都算良好 那所以 其实 我有部分也是透过脸书 媒体社群的一些行销 因为 我 我与其自己在乱 那个什么登报那些 其实都没有用 发讯息公告都没有用 那不如就是 比如说 某个县市的keyman 那个重点的那个科技老师是谁 我只要告诉他这样的内容 他在县市里面就会自己帮我宣传 所以 我 重点就是抓那个 像老鼠会一样抓keyman 然后另外就是 其实 其实 这个背后的团队也包含这些keyman 因为 我也不是万能的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 疑难杂症 我都直接在脸书 不客气的直接发问 所以我是 没有 我脸皮很厚 不会我就问 没什么大不了 那 各县市的这些老师们 就很不客气的会提供我一些 很棒的意见或点子 那 我其实 我提供出去的一些计划 案子 我其实就是 综合了大家的很棒的意见 所以 那个 成功其实也不是我的成功 所以 我其实是一个 社群keyman 老师们的集合体 所以你讲邱文胜 其实他不是真的邱文胜 所以我 我不是指我 那另外就是 我 我其实这个部分 我蛮坚持的 就是你的信念 为什么 因为我 我们做这个那么辛苦 再辛苦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我们的老师跟孩子 那是我 我进来这边 为科技教育服务的初衷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妥协的 所以我 大家 他们 教育处里面接触过我的 你都知道 我是很勇于说不的人 如果那个东西 一看就知道是放烟火的 我就no 那他们也不敢找我做 那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会得罪很多人 好 另外就是 就是充分理解教育的核心 好 这件事 那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 虽然你有看课纲 或者你有听辅导员的授课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真正去了解 课纲的核心在哪里 那待会我们稍微会提到一下 那我通常做事情我都直接看核心 如果 那个核心是对的 我就会去做 那至于用什么方法 那就是我自己会去研究 我会有很多的策略去做 那所以我也不管说 教授讲什么 辅导员讲什么 我其实不太管了 我只要针对核心 目标是那个 好 那我确定我的目标之后 我会用各种各式的方法策略去达到他 好 然后自主的系统性思考 就是我的思考 我自己 其实后来有总结的一些方法 就是我的思考是有 有系统性的 是有 应该算是有系统性的一个比较独到的思考方式 所以 经常有人会说我的想法跟人家不太一样 但是 我考虑的又蛮周全 好 这待会都会跟各位报告 然后另外就是我找到很多很棒的工具 所以我在推坑的时候 各位一定都会觉得 当我邱文森在推坑的时候 你其实是看到我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 或者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简单 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你是非常高兴的接受 你是自己要跳的 不是我让你心不甘情不愿去跳的 这是我的推坑术 好 那待会都会跟各位做报告 然后 最后就是行动的坚持 好 这个待会真的都会跟各位报告 好 那不过 讲了那么多干货的前提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 这个点我真的是不太能够处理 就是 不管是我的家人 或是认识我的长官 朋友 他都会跟我说 你太老实太直 那你在这个职场 人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都会劝我要防备 可是我就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我 我就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是很低调的 我从来不会说我 我做什么很厉害 但是 我会坚持那个我在做这些实施这些创科教育 或是在推动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很高调 为什么 因为对的事情 要让大家知道 你只有维持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 大家知道这个是对的 我们要去做 那你的伙伴才会越来越多 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待会会讲到 好 那所以首先 很重要的是 我要冲击一下各位的概念 这个部分我有在造科师里面有讲过 各位都是科技老师 那科技老师呢 我相信各位科技老师 包括我 以前我的课 全部都是上技术方面的内容 所以我教写程式 Squatch 我教怎么用Arduino 那个电怎么弄模组怎么加 我教怎么用AI 我教什么 全部都讲技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后来 因为有家长会提问说 你教程式 我孩子长大 我又不做这一行 那很多老师当然会说 学程式是因为要学那个逻辑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我也会这样辩解 但是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 你说服不了自己 你说服不了家长 所以我后来呢 我就去劳动部 抓了那个 好像是10年的统计 我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我把那个大学毕业生 未来他有可能从事 电子资讯科技影视 包括影视哦 这些 这些有可能用到电脑 有可能写程式 有可能用到那个基电整合 这些人全部都把他按那个比例的人数加起来 然后你发现大学毕业生里面只有6% 不会超过 只有6%的人 未来呢 他的职场会用到 纯技术 纯程式技术这一件事 或者是纯 基电整合 就是会用到电子这些东西 只有6% 而且绝对不会超过 因为我都 都算最大 最大量 把那个看起来可能会用的类别通通加进来 6% 那6%什么概念 一个班级如果30个人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你教纯技术的时候 这两个未来会感谢你 因为他从国小就开始学 那其他28个呢 这一辈子可能不会再用 可能不会再用 所以 你看到 当你看到这个实际的数字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可怕耶 我如果教学生 人的生命有限嘛 所以如果这个学生越早 发现他的兴趣 越早发现他未来要走的路 那他直接focus在那一条路 其实对他是很有帮助的 那可是呢 如果他 还没有确定他的路怎么走的情况下 我们每一刻都要交给他 对不对 那每一刻都交给他 那可是你看 如果按照这个统计 一般里面有28个 他的生命 可能是浪费在这上面 就是你不如把 这些 他将来如果不会用到程式 那你不如把那个 这些国小也上程式 国中也上程式 高中也上程式 高中也上程式 大学还有通事上程式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的时间拿来做 比如说他 兴趣是餐饮 他未来也想做餐饮 他家族也是做餐饮 那他把这些时间投在那边不是更好吗 所以根据事实 我是根据事实来讲的 我不是跟各位糊弄的 所以如果你就会发现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方向有点怪怪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国教 我们的国教教育分国教 国教是国中小 现在就加了高中12年 神龄国教 跟高教计教其实走向是不同的 国教要教会学生的是 学生未来生活的能力 然后到高中之后他有职业试探 那个部分跟高中以后的计职教育 跟大学以后的学术教育 这部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们国教的重点应该是 教学生生活的能力 那如果 如果重点是教学生的生活能力 那我们的科技课 国中国小的科技课 是不是应该做一点调整 就是你除了上 那个儿童城市 上积淀整合 上创课 上3D 上哪一切之外 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延伸 延伸到我们科技领域的核心 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上面 对不对 应该要做一点延伸 如果你有做了延伸 小孩子学到这些系统性的思考方法 那他未来就可以用这些思考的方式 用在他的生活各种领域上面 比如说他接到一个大案子 或者发生了一个什么事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至少学过运算思维 他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系统拆解 他就先把它拆拆拆拆拆拆 他会拆 大case就会变成小case 那小case就很容易解决 他个别解决之后 整个大case就解决 所以他如果有这种思考的话 是不是他的人生就会比较 过得比较简单 那如果他应用到职场 那更是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课纲的核心 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 教会孩子成为一个 具有快速终身自主学习的人 才是重点 好 那我们就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在教科技课的时候 有没有教到这个东西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在教科技课的时候 你在教他怎么写贵学的时候 你在教他怎么用3D的时候 怎么用雷切的时候 你有没有顺便带到 运算思维的思考 有没有带到设计思考 有没有带到 怎么样利用学习这个的过程 让他变成一个 终身可以自主学习的人 如果没有 你就是浪费他的生命 对不对 好 所以用这个方向去 去看到我们的科技教育 你就会觉得 是应该要做一点提升的 对不对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就这几年 好就研究了一些东西 好 那其实 会 我们台湾的教改 通常会 会失败 通常 但是因为我是在九年一贯 就获得成功的人 西宝 那个 就是 九年一贯的指标学校 双尿冠军嘛 所以我们是 但是事实上对教改的意义 我们都非常的同意 那 一旦你有方法努力去做 你其实是会成功的 那所以 但是那个教育的制度 台湾的教改 它是要好几年 一个轮回 所以 历经呢 这个提出需求 到修订总纲 到修订课纲细则 到推广 到现场教学 其实是已经六年到八年 就去掉了 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我们教改几年才改一次 然后等你到现场的老师 就算都能完全理解 能够照着做之后 那个时候已经 六年八年以后 然后那个世界的趋势又改变了 早就不是这个方向了 所以 因为制度的问题 会造成老师 比较难 去跟得上世界的潮流 那所以我这边 提出了超前部署的四个法则 这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内容 各位知道 我做了什么研究 做了什么事 如果你要深入了解 我们之后 再来上 在有相关的课 再来提这些东西 然后呢 因为世界变动得太快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都常常会思考说 诶 那我到底要教什么 好 我今天学了Arduino之后 好不容易我把它学会了 然后 当我要去教的时候 哇 Microbit又出来了 哦 好吧 那赶快再去学一下Microbit 学好之后 又要去教的时候 哇 Hello code又出来了 你会觉得尤其是科技的部分 一直这样不断的快速的迭代 所以你就会想到这一件事 其实 世界一直在变 那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教的 那我归纳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那些万古不变的通责 就是那些定律啊 定理啊 或者是规律 整合过的通责 这些不会变的 就这种东西是最重要 就一定要先教啦 然后第二个 快速学习跟融合应用创新的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课纲最中间 那个三面九项 各位都只看到三面九项 我跟你讲 外面那个三面九项都不要看 你只要看中间这个点就好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想象创造力跟看见趋势 开创需求的能力 这个是要练的 待会我有一个知识型 可以练这样的内容 所以 当你锁定这三个重要能力之后 你要想办法在你的科技课程里面 去做这样的置入 做这样的置入 然后做一点教材教法的改变 你就有机会 永远会领先 永远都超前部署 所以后来我又做了一些 因为课纲的那个最中间的那个中心 就是终身自主学习的人 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 那重中之重 你到底要怎么把它置入你的教学里面 这个是各位要去思考的 那当然我已经有一些策略了 我今天所讲的东西 我都有对应的策略跟方法 那所以 终身自主学习这一件事 其实是两个关键重点 第一个叫做自主学习的方法 第二个叫做后设认知的层次 好 那我有把后设认知的层次 这四个层次 我有把它变成两个 就是初级的教学跟进阶的教学 我有步骤 我有步骤 那这个很简单就可以实施 很简单就可以实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教Arduino的时候 那Arduino的接线呢 其实是有一些规律的 你把它的规律找出来 所以我们在加很多感测器的时候 以前的教材教法 以前你买的书 或者你的教法 都是每一个感测器交一遍 每一个感测器交一遍 那所以只要有新的感测器 你就要跟学生交一遍 这是以往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把后设认知 跟自主学习把它 置入性在你的课程里面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 先带着做一遍 做一遍之后呢 我把那个步骤 归纳出来重点跟步骤 比如说 我们感测器一定会先 了解这是什么样的感测器 所以先理解 那理解的方式有很多啦 比如说你要老师教你啊 或是你自己上网查 或是百度的以图搜图啊 或是现在有GPT啊 有AI啊 随便你都可以 然后知道了以后 你就要去测试嘛 所以你就要把线接上去 然后做一点测试 看它会不会动 所以先了解再测试 你就归纳出两个重点跟步骤 对不对 那你测试的过程中 你会看那个感测器的数值 跟真实世界的变化 你做一个比对 你去观察那个数字的变化 它的上线下线啊 多亮的时候 那个数字会是多少啊之类的 所以你要做观察这一件事 那你一旦你观察了知道它的规律之后 找出它的规律之后 你就能够使用这个感测器 就能够把它写进你的程式里面 你就会用了 所以先观察再使用 所以我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给归纳出来 告诉小朋友 以后用感测器四个步骤 先理解再测试 然后先观察再使用 对不对 四个步骤 玩感测器的四个步骤 所以你第二次拿另外一个 第三节上课拿另外一个感测器 来给它的时候 你要帮它复习这个步骤 然后让它先理解啊 然后小朋友就 他就会去查 然后就一步一步再带着它复习一下 然后第四遍上课的时候 我上次说四个步骤 还记得吗 他们就会去做了 然后你最好也叫它复受 所以当他们上了五次六次以后 第七次第八次 他一拿到新的感测器 他会不会再问你 就算你要跟他讲 小朋友也会说 老师我们知道 你不要再讲了啦 我知道啦 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啦 我都知道了啦 他还会嫌你烦 从此之后 你感测器就不用再教了 除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让他 你要去把他的那个 后摄监控的机制提炼出来 把那个重点 步骤抓出来 然后在他脑袋里面 形成那个监控机制 他就会有后摄认知 那个是属于初级的 初级的后摄认知的教育 然后当他有这个后摄认知之后 他就会去自主的学习 所以以后他想要去学什么的时候 他就会先去探索 然后设定他的目标 然后这个其实都是要教的啦 那我自己就有一套流程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教学制度的部分 我都会把它放在科技课里面教 然后再来呢 再来我们会提到那个科技领域 分深科跟知科吧 那深科的核心是设计思考 知科的核心是运算思维 这两个都是我们其实就是各位你的 不管你的内容教什么东西 教3D 教雷切 甚至教那个木头的工艺 教那个钢板的裁切 随便你用后纸板 教Arduino 教写程式 不管你的内容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我教一遍你学 你跟着学我教一遍你跟着学 然后后来晋升到主题 主题式的教学 我们来做这个东西 然后做一些拆解 然后哪个部分怎么做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各位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直接把运算思维 跟设计思考直接置入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教主题式的 那我在让学生 我们都要教学生 比如说让他写一个设计游戏 那我们一开始就会跟他讨论说 这个射击游戏 会有哪几个部分 各位这个不就是系统拆解吗 对不对 所以你把那个部分切出来 大四划小 大系统拆成小系统 切出来之后 然后分别个别的去讨论或制作 那个比如说要有那个飞机 然后乱跑的飞机 乱跑的怪物 那你就 这乱跑的怪物 他可能要有 要会放子弹 要会移动 所以你就这样拆解 就拆 就把大事拆成小事情 然后就会很简单的可以处理 所以你在上课之前 如果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让他们学着去做系统拆解 那你是不是就把运算思维给带进去 所以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就可以利用 利用这个运算思维的方式去置入 置入在你的教学中 做一些教学的改变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全部说完 那再回到刚刚那个终身自主学习这一件事 我这个技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未来会不会很强大 学这一招就好了 如果你之前错过了 现在我告诉你 你可以在短时间获得快速的成长 这个知行合一的 我是拿来通常拿来跟新制图一起处理 我任何事件我都会用知识型去做分析 所以那个知的部分就是学习跟探索 像比如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或者你想要学习某个东西 我一定会先去认识 先比如上网Google 或者看一些影片 或者去了解一下那个内容 所以这是探索学习的部分 然后当我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 知道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之后 我就会进到思考跟规划 这个所谓的思考跟规划是指 在你的 你的能力范围或者你的业务范围 你的教学范围里面 因为这个事情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安排 下一步的行动或者是方案 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 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在教学上要怎么改变 然后什么事情要怎么去处理 把这些东西规划好了之后 这个是变成你的智慧 你不是只有学而已 你还会思考 思考它怎么用在你身上 或者用在你的学生身上 然后你想好了之后 最后要去行动 如果你想好了不行动 其实就没有用 就没有结果 那白浪费时间而已 所以行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行动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遇到一些 可能跟原来设想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修正 检讨 然后继续的去修正你的计划 或修正你的认知 修正你的计划 然后再重复的再一直做 那当你习惯 你如果习惯每一件事都知识行 这样子去做循环的话 你会发现 久了 你会有这个能力 先知遇见的能力 这个真的蛮神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跟你 你们可以议会言传 然后甚至包括那个 可以看得到很多的 我其实最近开始研究一些 财商的事情 我会经由很多的事件 然后看到那个 那个商机在哪里 或者看到我的教育上面 应该怎么去 我的创科教育 我的什么东西 应该怎么去做处理 就透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知识型的一个动作 配合心智图 就可以规划出 我的改变的方向 然后去付诸实行 付诸实行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但是很多人知道 但是他没有办法持续的做 这个的重点是要持续的做 持续的做 所以只有这 其他的前面的都先不要管 后面的也都先不要管 没关系 各位这一招你把它练强大 你把它练久 练久了 练习惯 练强大 什么事都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你就会变得很厉害 你的自我成长 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 好 那接下来这一个呢 接下来这一个是 如果你是一个leader 或者是你是一个计划主持人 或者是你学校的校长 你是在推某个案子之类的 那如果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系统性的思考 你的成功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好 那这个这是一个道家 这个老子 道家看待万物的一个方式 他分五个面向 五个面向 道法素器是 那所谓的道就是 你的核心愿景是什么 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的规律 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这个道你要先把握住 就是你的方向愿景你要先抓住 然后呢 法呢就是 比如说我们科技教育好了 科技教育呢 你的课纲 课纲 课本就是你的法 就是他规范的哪些东西 一定要学 然后你每一个年段的架构 要上到什么东西 要学会什么能力 这个就是你的法 就是如果是武术的世界 他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武功的心法 所以你看那个学武功的人都要背 都要先把那个心法给背起来 对不对 好 所以他规范了你的 学习的内容范围跟架构 它是一个载体 就是载体 然后呢 素呢 是你的策略 这个策略包括 教材教法 包括你应对每一种不同的对象 的应对的方式 比如说 你的班上学生 跟他班上学生 背景不同 你的教材教法就要不同 那你对老师的宣导方式 或者你带领老师 或者是你要跟家长传教 就是讲这些事情 宣传你这些事情的时候 策略也会有不同 那比如说像我们 我在推那个Squitch百分之百的时候 那九间学校 最后都不做嘛 那不做有很多原因啦 第一个是 就是调动 那个教师的变动率很大 所以可能今年学会的老师 明年又掉走了 所以他没办法实施 没有失之 然后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你的老师都不太动的 小小学校老师都不太动 好像都面临快要退休的那种状态 然后第三种可能校长不甩你 那面对这种这样的一个学校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让他去实施 这我们也有一个 就是我们那一年有做过两件事情 让这些学校全部动起来 好 那一个是透过处长 一个是透过处长 但是也不是用强压的方式 那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透过我个人的脸书的策略 不过那个会让我背黑锅 但是不管了 反正 反正你就已经很黑了嘛 好 但是 透过这两种方法之后 那个压力 本来是我这边要去推动的压力 就变成 由家长 去跟学校反应 所以就学校 学校老师最怕什么 老师最怕家长 所以你就会 你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 你就有办法去处理 所以你要有各种千变万化的手段 那你说比如说Arduino那么难 我怎么教会 你就是不断不断的去简化那个课程的内容 你把那个通则抓出来 把重点抓出来 然后简化简化简化到白痴看的都会 那一种课程 那就很容易成功 那这个就是我的专场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是算是很厉害的 然后再来呢 气就是你的工具 你的神器 那什么 就是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必须找一些很棒的工具 平台 软体 硬体 然后这个东西呢 学起来要第一个要很简单 第二个它的效能要很强大 简单又强大 就是送给有烂的那一种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 那你就事半功倍 如果找不到就很难成功 那事就是那时候的时事 所以在创课的时代 你去要创课的钱就很简单 前一阵子是远距的时代嘛 所以你用行动学习去要钱就很简单 那如果你不能跟着时事 如果就是比较聪明的就直接跟着时事啦 但是如果你要英雄造时事 其实蛮难的 除非你有那个影响力 那影响力其实也对我来讲不是很难嘛 就是因为我某一天突然发现 因为我在我就是在教育处 我在推创课那一阵子 我就开始发现发现一件事 我只要在脸书稍微讲个话 其实就会有人打电话来教育处反应 那我就其实一刚开始我很不适应 为什么因为脸书就是一个 交友的原地啊 一个大家发现心情互相哪类的一个原地 为什么我讲一句话 你们就要在那边 好像就指的就是你那个样子 就是他自己会看一眼生一个子 好 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 就是当你不管那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已经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在网路上 可能具有声量 具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一方面可能觉得心里面有点高兴 但是一方面又很难过 因为从此就不能乱讲话 你就没有自由你知道吗 但是一方面你又很开心 我如果觉得什么事情不对 我去网路上放一下炮 但是我通常不是只有放炮 我通常会提供具体的改善方法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如果有本事的话 你有那个人气 你其实有机会可以去营造你的形式 好 那这个是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一个leader 或者是你要推动某些政策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思考 我相信 然后加上你有一个良好的团队 那做事情应该会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 所以后来我花了一点时间 在那个教材教法上 我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以前各位在做那个教案设计 都会有引起动机发展活动 跟归纳总结 对不对 那我在想如果说 要让我们就是直接朝向克刚的核心前进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就是他要会自主成长 对不对 所以他要会自主学习 会后设认知 然后他又要有创造力 新克刚又叫我们要把它变成素养 那我们科技领域又要交到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这种系统性的思考方式 然后学生又经常缺乏动机 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教材设计的三个部分 稍微做了一下小小的切割跟改变 所以老师通常不会 因为老师不习惯引起动机 尤其是有课本的国中 就照课本教就好了 哪需要引起动机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让学生很喜欢学习 这是必要的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叫游戏画八角 它有很具体的提供动机引导的方式 非常的有效 所以我把这个放上去 然后在发展活动的部分 其实就是整个制作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在教学生制作那些 创课教育制作那些 在制作的过程中学习 所以我们就会先带系统拆解 把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概念带进去 然后在接下来才制作 制作的部分就会带一些 共通性的整合式的教学 学习效率就会好 然后在制作过程中 你也可以用分组的方式 团队的去合作 所以系统拆解之后又可以结合 然后在后期就会有一些 作品做好之后会有一些回馈跟修正 所以可以互相的学习 跟统整归纳 顺便练练口才 然后在最后归纳的部分呢 你可以把那个全面的学习历程 透过后设的方式 你把那个历程的重点在哪里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小朋友我们刚刚在学那个 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是不是先让各位讨论 怎么做 怎么做 大系统拆成小系统 对不对 所以你坐他来车子的时候呢 马达的动力 是不是 怎么驱动 这个部分是不是一个小系统 那这个拆的过程呢 叫做系统拆解 所以你把那个重点给提出来 关键步骤核心把它提出来之后 你就跟他说以后遇到这种 遇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东西 就要先做系统拆解 就类似这样 你去把那个关键重点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来一个很重要的喔 你要变成素养的呗 所以你就要让他 你就要再给他新的作业 好 那所以我们透过做这个车子的过程中 我们学到了什么叫运算思维的系统拆解 什么叫演算法 就是你把解决问题的步骤排出来 只要照这个步骤 SOP 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就会马上立刻被你解决 好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模组 就是抽象化 那你遇到这种状况 就要去模式识别 就用这个模组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去把它提炼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摆在生活里面的case 给它去解决 比如说 好 那我 我们期末要圆游会吧 那这个圆游会就给你们规划 那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方法 你们会怎么样去规划这个圆游会 他们就要学着怎么用系统拆解 怎么用什么东西要弄成SOP 就类似这样子 就会去把它生活里面的东西 利用我在科技课程上课学到的 本来是学组那个车子 但是组车子的过程中 我学到这个系统性的思考的方法 然后所以我就用生活上面的例子 套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看看 那这个部分一旦会了之后 素养就有了 各位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些方式去 置入到你的科技课程里面 置入到你的科技课程 这样就可以很完美的达到那个 课程的要求 就完全符合科技课程的核心 而不是只有教技术这件事 好那再来呢 我喝一下水 好那么再来呢 我们在做这些事 有时候观念太新 难免会遭到一些质疑 因为人家不懂 不懂的话 或者是说你走的太快 或者你的团队有人跟不上脚步 你一定会受到质疑 或者是长官对你不爽 都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 但是通常 如果你的梦想够大 你就不会觉得有阻碍 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实例给大家听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困难 如果你想的是自己 那你就会说 那算了 我不要 就是不要自找麻烦 对不对 假设推动这个事情很困难 你可能要去找钱 找钱我就要去跟人家低声下气 去拜托什么基金会拜托什么 对啊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 你可能到这边你就会止步了 对不对 但是 你的绝招是什么 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动机 就是你把你的梦想扩大 我做这件事为的是孩子 为的是科技教育的未来 我是为孩子好耶 那我如果是用这种想法 我的目标 梦想扩大了 我的心里面会怎么去想这件事 我是为了帮助孩子们 为了帮助科技教育 所以我是在促成这件事 我的目标是帮助孩子 我不是私心的为了我 那既然不是为了我的话 我就会用那种 助人为快乐之本 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我甚至去拜托什么基金会的时候 我都会把大笔画出来 他们都会很高兴的同意 然后加上我又有很坚强的老师团队 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团队非常非常的强 像那时候趋势要进花莲 要免费帮孩子 就提供他们的职员当助教 然后开课给学生上Squitch这件事 很多县市在跟趋势谈的时候 那趋势说你们可以找到几个师资吗 然后很多县市都面有难色 我就是没有师资才找你们帮忙 可是当我跟他谈合作的时候 我跟趋势的讲法是说 没关系 你可以开多少的课 你要几个老师 我给你几个老师 没有问题 我马上可以伸给你 而且我是立即给他 对方一听非常的高兴 马上就同意合作 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有那么多老师会 所以你在培养你的种子讲师团 那个团队的时候 其实需要下一点苦心 所以对的事情你要勇敢去做 因为造福老师孩子是基因德的事情 所以你的胆子要放大 这是基因德喔 那做人要低调 因为一旦这个是 大家一起同甘共苦的时候 大家都没话讲 但是一旦有功劳的时候 一旦有功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在抢功劳 不过会建议各位不争功不为过 尤其你是leader 那有功是团队的 有收成长官的 你要把它视为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长官有了成果 他才会继续的同意 继续的给你支援 继续的支持你做这一件事 那但是你总是会 有一些人看你不爽 会对你不好 或者是可能眼红之类的 随便 那他对你不好是他的业 但是你对他好是你的福报 所以你要把这事情放在你的心上 那可是做事要高调 那这个事指的是做对的事 所以对教育有利的事 就是我们要倡议 所以我常会去把很多比较正向的观念 我会丢在脸书上面 我为的是什么 各位以后如果你有看到我丢那些东西上去 请你至少按个赞吧 支持一下讲几句话也好 因为正向的力量 因为那个是属于正向的力量 当表达正向力量的人越多 那个磁场 那个正向循环就会越大 那你的影响力就会越大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做对的事情要高调 那这个叫做阳德 基阳德 有阴德跟阳德 这个都是基德 那阳德就是说我把这件事情讲出去 让大家知道 那知道之后呢 大家会往这个方向前仆后继 做对的事 大家一起来 这是一个很棒很大的正能量 所以但是你自己个人的心灵要非常的强大 因为人在江湖飘 难免不挨刀 但是你要把它当做打游戏 游戏的话如果你遇到困难 你遇到boss你会怎样 非常开心 打完这个boss我又升级了 又得到新的装备 对不对 我的level又往上提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把你的人生当做是一场游戏 你就不会很容易放弃 那所以有一个 这句话也是我在网路上听到 任何的事情发生一定有助于我 必定有助于我 所以你要习惯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先列出十条 这一件事情对我的帮助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 你的人生会很正向 所以过关就晋级了 所以这个是人的层次 层次不一样 视角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请你习惯用上帝视角去看待事情 不要用个人的视角 那个价值观会不太一样 好 好,再来呢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上课可以置入的一些教材教法 或者是步骤 或者是内容 那 你就会想到 好,这边顺便开一下 这是我们108年 就是我在位的最后一年 我们跟资讯团一起合作 订定的花莲县的 算是花莲县的科技课的架构 国小的 国中有课纲了 我们就不去抵触他 以免被人家修理 所以国小部分 我们就订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呢 这是以年级来看的 比如说 以年段 所以这个六十四节呢 使的是两年 就是三年级 四年级 两年里面要学的东西 那这里面的六十四分之三十 表示说这三 里面的三十节 要拿来上新的 什么叫新的 什么叫旧的 旧的就是指以前传统的资讯课 ICT 资讯融入的那些东西 这个叫传统的部分 我们把它精脆 留下来最精华的部分 去无存精 然后剩下抠出来的结束 我们通通用来上创课的东西 然后但是要把运算思维设计思考给带进去 所以这个六十四节里面的三十节 就是用来上创课 然后藉由上创课的过程中学到运算思维 学到设计思考 学到我刚刚讲的那些创造力 学到那个自主学习的方法 这些东西把它制入进去 所以我们有做一个这样的安排 那这个有颜色的就是指那个创课的部分 这个没有颜色的就是指那个原来ICT的传统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一个做了一个这样的规划 然后也有一些建议的内容 建议的内容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给老师们去做参考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108年我们就定好 那但是因为后来我离开的时候 那个交接可能没有交接好 所以这几年是停 有有一点点停摆了 资讯团那边也没有再继续推了 那一直到两个月前被 长官被骂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 要开始继续推这个东西了 好 那 那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我们刚讲那么多东西要置入在科技课里面 那可是电脑课就那么几节啊 对不对 好 那原来的ICT的课跟创课跟AI什么新的科技都要教 那怎么有 有办法 各位 我们在造课师的时候 去年 金融国小的刘佳佳老师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点子 注意听哦 你在政课的时候 就是电脑课 资讯课政课的地方 请你玩小主题 那所以你在玩小主题 你比如说我们就这学期 我们可能 要上创课的部分只有四节课 那四节课呢 我就上一个 比如说我做一个小小的电子琴 好 那所以你就用这个小主题呢 去玩那个系统拆解 然后把东西给 最后把东西给做出来 然后最后把运算思维是怎么 在这里面发生作用的 然后再带到生活上的应用 就用这四节去做 跑一遍流程 让小朋友知道说 这个东西 学到运算思维 藉由做这些小东西的过程中 学到运算思维 好 所以政课这样子就够了 那这也符合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 我们国中小 国教的重点是要 教会生活的能力嘛 所以如果这种方式去上的话 是绝对可以上到生活能力 而且结束是够的 好 那社团呢 就来练功夫 所以你如果真正有心 想要在科技领域 一展长才的这些小朋友 就通通把它弄到社团 或者其他的 你们专业的校本课程之类的 就去练功练基础 就从老老实实的 从基础的技术 到做小主题 到做大主题 然后到设计思考 就把这一整个内容全部都交给他 所以这个方法是可以这样做的 好 所以科技课 政课呢 你就用小主题去带 带一个小主题 然后学到所有的核心能力 那社团呢 就是扎扎实实的练科技的功力 练科技的能力 我觉得他这是一个非常棒的idea 之前我们也都对这个问题 有点难以解决 但是这个概念 我觉得非常的棒 完美解决我们的需求 好 那么所以 我们刚刚那个大法素器是各位还记得嘛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目标 找到你的信仰 然后你有 国小你们有自己的课纲 你有自己的架构 各县市大部分都有 只有五个县市没有 我听他感到惋惜 虽然那个 虽然未来 国教院的那个 国小的课纲 可能会变成正式的课纲 但是在还没有变正式之前 讲都白讲 因为没有法令的约束力 好 那所以你就要靠自己了 所以你已经确定你的目标核心内容了吗 你有针对不同的对象 定出不同的策略了吗 你有没有找到这些很简单的 教学的内容 工具软体神器平台 好 那 呃 这三个东西了 我觉得 科技课 一定要教 好 这三个工具 简直就是倚天剑跟屠龙刀 那个 新制图 他是 把任何的学习 压缩成智慧的方法 然后他又可以做 他万用 万用 如果你有听过我上的新制图 你就知道他的用途 不只包含在学习上面 工作职场人生万用 然后现在有AI对不对 AI帮你请了一个专业助理免费的 好 所以还没接触老师一定要去接触一下 你可以不用在 在那个 勇唱念奏那边去精进 好 除非你是专业的绘图工作者 好 那一般的问答其实用病就很够了 好 然后最后呢 当你这些你拥有了智慧 你的内容都具备了 你要去做教学 说服 的时候 CAMAR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好 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 好 那所以看到这边 你就会想说 我们的科技教育 其实 这个世界的规律一直是这样子 就是 如果你不行动 一切就是空的 就是别人说了算了 别人说了怎么样 你也没办法反驳 因为你就没有行动嘛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一定要行动 一定是先求有 再求好 好 所以先做了 你才知道要怎么改进修正 然后最后才会做出 越来越好的东西 所以先有量 才能求职 那我们现在的科技教育 现在大部分县市的师资都趋近于快要够有快要 我没有说一定够 那个师院的认定跟我们自己现场的老师认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你有了那个量之后 就是老师都会了 你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要求你上课的品质 这是一定的 大家都会了嘛 那会了之后就是你的品质要向上提升了 所以你要先 外面卖东西也是一样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研发到百分之百完美 才去销售 他一定是先卖了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反应进来 你们这些白老鼠试用了之后不满意 我才来做修正 所以他会越来越完美 所以Windows很多bug的时候你就买啦 用了用了他就慢慢修正一直修正 结果你就是一直在当白老鼠 但是透过这样的过程中 Windows也是越来越完美 都是这样子 所以教学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拥有好创意 必须要有很多创意 所以不管是教育的操作还是商业的操作 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所以我们的科技教育到现在 其实辅导员都很用心 也很用力 所以在师资慢慢的足够的情况下 应该现在其实可以再做第二阶段的升级了 那其实刚刚讲那么多东西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 但是因为今天就只有两节课 所以我想要传达给各位的是说 你必须有那几个很重要的自我成长的方式 还有你看待万事万物的一个方式 那当你这两个东西很熟的时候 你在你的科技领域上面 不管是在教学 或者是在推动那个运算思维设计思考 甚至推动竞赛 或者是带领团队等等 你就会有一些 别人可能会教你很多的方式方法 但是你不要完全照别人的方法 因为大家的背景不一样 大家吸收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去看一个电影 我get到的point跟你的也不一样 所以你应该是你觉得好用哪一点 你就把那一点抓回来 这个理论好用哪一点把它抓回来 这个方法好用哪一点把它抓回来 然后揉一揉搓一搓 融合你自己的经验 变成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把别人的方法 学到之后转身做个改变 变成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忘记 请各位忘记 我刚刚前面教的所有招式 那些菜都把它忘记 但是你知道有什么东西 那你必须用你的经验跟智慧去加加减减 融合出属于你自己的系统思考法 然后用你可以使用 因为你能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 用你的方式适合你学生 适合你的老师的一个方式 你去做那个方式的处理 这才会变成你的方法 所以你能用你会用的方法 你用熟悉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不用学很多 就把所有的东西融合变成你的那一套方法 你慢慢的就会成为super教师 其实就是一招强大 就刚刚那个知识型 不管我去学哪里学 学到的东西都跟我东西都融合在一起 就是那一招 那一招就会一直修正一直修正 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你就用那一招就好 那我很期待各位 就是有自己的系统性思考 然后未来成为super教师 教育成功 老师孩子都会轻松 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的内容到这边 因为还有两分钟 有没有老师要提问 没有的话我就把时间要还给老大 各位老师 我们先开个镜头拍张照好不好 这是小准程序 好 不过我的镜头打不开 张哥老师 打开镜头 口罩还在带着你别带了 好麻烦各位开一下镜头 除非你像我一样 那个镜头突然打不开 很多好朋友都在上线了 是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 走关了 今天这个邵老师是禅寿心法 强老师麻烦口罩拿掉好不好 强老师 有一个好好的 是强哥吗 好